如果加過量的話 加在金針上面的話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把它研判出來 好 我們先請教一下江博士 對 剛才劉彥老師有講過說 你要把金針裡面的二氧化硫 跟其他的添加物 去除掉 有人說 但是那個需要一些時間 自己要DIY做對不對 那現在國內跟國外有合作 用一個奈米銀的技術 把它燒在陶瓷上面 然後一粒一粒的陶瓷 狀態的管制 然後就經過你的普通的自來水 就得到這個比較特別的水 它能夠把農藥跟其他一些藏中的 很快就抓出來 立馬分出來就對了 對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對不對 所以你就稱它解毒水就對了 這是我講的 解毒水是我講的 這我們把它加在右邊 我的手的右邊 所以這是已經經過 處理過的奈米水 那米也可以 米也可以 我把它以 這是我家裡 早點晚上要煮的 我把它拿來 米 我們可以看一加進去 顏色開始變了對不對 那這一瓶就自來水 好 自來水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兩個來比一比 放著 有沒有看 這個水已經變黃色了 來看看 你看 馬上 真的已經變黃色了 馬上 但看不看得到 結果這個研究單位就把這個水拿去 拿去農藥試鏈掃跟工延院做分析 都是農藥耀氧化硫 然後這個金針就拿去做試鏈 分解了 但這個是白的嘛 完全沒有 對 這個就沒有 這個 所以這個很驚人了 很驚人 所以它立刻就分 那你把泡完以後就把它 泡完不到五分鐘 把它撈出來再洗一洗就可以煮了 所以蔬菜水果也可以這樣做嗎 也可以都可以 米也可以 米也開始變了 OK 那你看 我這個米是最高級的米 我家昨天要煮我自己做實驗 最高級的米 結果還是被分解出來有東西 好很多啦 好很多 所以一般的話更可怕就對了 這個等一下晃會變黑褐色 真的喔 對 你看你要慢慢變黑褐色 對 你看這個都沒有變 對 所以你要 你如果不用這個水的話 用剛才劉燕老師講的 下去處理應該是OK 可是這速度快 OK 就是新科技 耐銀加零架鐵做的 就台灣人跟國外共同開發的 對 好 那如果深褐色的意思就是說 它二氧化硫的含量越來越高 當然 當然是 所以它慢慢的出來 慢慢的出來 還有榮藥 榮藥跑出來 OK 那這個也是 你看一個沒有變 一個變很少 所以它也是有農藥 對 所以用這個最新的科技 馬上就可以看出來說 有沒有農藥加在裡面 那這個以後會上市吧 當然 當然 這個機器好感到還不錯 加一點醋是對的 因為加一點醋 可以讓我們這二氧化硫 稀釋在這溶液裡面更快 對 負壞掉 對 氧化還原感應 是是是 那如果一般的民眾的話 我們也給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的民眾 如果說現在這個機器 還沒有辦法買得到的話 我們看看可以加二十倍的水 來浸泡對不對 先沖洗過 然後用分量二十倍的水浸泡 再加四十五度的溫水 選擇二十度以上的 最適宜是在四十五度 然後就是剛剛羅醫師講的 加少許的白醋 就可以消除這個二氧化硫殘留 還有多換水 浸泡十分鐘以後換水一次 然後浸泡的過程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鐘 換一到兩次的水 當然現在一般的民眾 我們可能要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這個是有氧化硫 這個連農藥都可以 所以以後我們的生活 可能會更方便一點 這機器出來之後 我們可能可以立刻把它分開 這個機器已經上市了 就是說剛剛發明出來 剛剛做完實驗 這種是超有效 感謝真的是 博士告訴我們這最新的消息 好 那另外就是有人是說 如果在這個 我們要洗蔬菜水果之前 如果加維他命C發泡定的話 那是不是也可以分離農藥跟水 有人是這樣講 網路上 我個人的研究是覺得效果有限 效果有限 但是這到底什麼原理 為什麼放維他命就可以 維他命C是抗氧化劑 因為最主要 我們一般印象裡面 用臭氧可以消除農藥 它也是強氧化 把它破壞掉 那維他命C也是氧化 抗氧化劑 其實我覺得吃會比較有效 如果你說你是把它放在那邊 然後加那個發泡定進去的話 我覺得效果可能有限 可是如果你吃大量的蔬菜水果 在體內的話 它本來就是一個解毒 氧化還原的一個功能 所以還是自己吃進去啦 對 會比較有效